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变暖了 对不对 昨天小董就在节目上讲 礼拜三以后就要变暖了 下雨 那这种春天 尤其这阵子他是会非常讨厌 一天冷一天热 这种天气你是最捉摸不定的 那所以小董的主题就是告诉各位朋友 保重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病毒侵袭 你生病趁你病要你病 他就是这么为止 因为你身体虚弱 那小董 我其实常在讲新闻的时候 常会提到很多 我们的一些气候的一些现象 其他跟我们人是非常相关的 那 现在的疫情是怎么样 很多人讲现在疫情是怎么样 疫情一模一样 台湾危不危险 台湾现在大抵还好 但是国际上很危险 所以你其实要准备得非常周详 我昨天开一个新闻 其实我昨天没有讲是因为 我今天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上个礼拜写今天登出来 我不知道说自己有文章写的多好 因为我上个礼拜就知道了 香港要派人去把武汉的人接回来 通通接回来 而且他今天就要 今天明天总共四班飞机 飞机上派四个医务人员 两个医生两个护士 把所有人接回来 香港派去湖北把人接回来 比我们的难度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集中在武汉 武汉我们有979个人要回来 我们本来打算有六班包机回来 那香港呢 香港在善机在三十几个城市 你知道在湖北 你在任何一个城市 你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 因为他交通是管制的 封城就是这样封嘛 不然还封什么封呢 那他要把这些人 要把他集中 集中到一个机场再来载 其实他要个别去联络 所以他的难度比我们高很多 可是他做到了 今天开始 为什么 因为滞留在湖北的人 也是我们香港政府的家人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今天这篇文章 登在那个周刊网 各位朋友 因为我是上个礼拜写的 那时候香港有九十几例 那现在香港有一百多例 切诊一百多例 你看台湾四十二例 香港 照讲他是 危机重重 对不对 大家讲如果 因为他 他的边际 只有台湾的三十二分之一啊 他有一百多个人 确诊 台湾四十二个人 确诊 他其实讲起来 他更危险 但是为什么 因为是自己的家人 自己家人 就要带回家 就怎么回事 各位朋友 所以我这篇文章的标题 就叫做 蔡英文不如 林郑叶儿 插眼了 没有人性 各位朋友可以去找 找出来看看 周刊王 当然 我为什么讲这样 因为我今天 看到了全世界 各国在防疫 你看到美国在防疫 那 意大利 伊朗 韩国 日本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话讲 那 今天看到了整个情况 其实在防疫的过程 台湾当然出了 很大的力量 台湾最成功的是 我们大家都有警截性 我们没有全部听信政府 政府说 不要戴口罩 健康的人不要戴口罩 这种话就 莫名其妙嘛 你不要再顺时钟了 我告诉你 健康的人才要戴口罩 什么叫做健康的人 现在已经好几例 他没有发病 他感染给别人 在台湾都已经好几例这样 他没有发病 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健康的 对不对 已经好几例了 二儿子传给老爸爸 老爸爸传给大儿子 传给自己的太太 然后又传给大儿子的儿子 二儿子没有发病啊 12月2号就从大陆回来了 武汉 封城是1月23 各位 他回来 五十几天了才封城 和他哪会有什么关系 他自死自装也没发病 我讲这个 我只要告诉各位朋友 政府很多话是矛盾 是不要听的 那是没有常识 他们说我们是医护人员怎么样怎么样 医护人员有时候为了要 掩饰政治 要掩饰政治 这个叫做 政治考量 所以他把很多东西 他把他淡化了 那健康的人如果不戴口罩 我请教一下 健康的人 他是 切诊的患者 他会传染 案例太多了嘛 我们现在 好几个人 像案 三十四传了这么多人 传了三个富士 一个清洁工 对不对 然后自己的女儿也 他自己女儿现在也没发病喔 他是一个公司的总机喔 如果不是因为他妈妈 切诊 就强迫跟他 一直跟他 跟他 检验的话 根本不晓得他是 一个切诊的患者 你知道吗 那你看他在公司 危不危险 危险啊 你说总机跟谁没有怎么接触 很多总机是很乐心的 信送来的一个一个 帮你送 对不对 总机 你公司总机会不会这样 会 总机呢 很多人要出门之前 哎呀 有个事情忘了讲 赶快拿总机来用 老王啊 等一下我出去吃个饭喔 等一下怎么样怎么样 交代一下 你会不会用总机的电话 会 很多人走到门口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顺手抓起总机来拨分机 那如果总机有 那如果总机有 你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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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那是最容易感染的嘛 各位想都知道 所以 我们今天政府说 健康人不要戴口罩 是错的 政府说 捷印公车 计程车这些不用戴口罩 是错的 因为他们的警截心 不过高啊 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的考量 他们要把疫情要把他淡化 但是 他要淡化是他的事 你一定要 自己做好严密的准备啊 各位 他真的有非常多是矛盾 小总这几天已经 林林总总讲好多了 讲他一方面 要 要发抵用件 叫大家上夜市 到商圈 到卖场 然后又不准大甲骂 因为你们靠太近 人太多 你人太多 那夜市商圈 人不会太多吗 你所有 很多政策是矛盾的嘛 其实大家一对照 就知道 他们讲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 不够精准的 他每天骂柯文哲 你怎么可以公布 收容中心在你们 阳明山的美金宿舍呢 法办 那你自己也讲啦 林口 林口的医院 请大家忽略的 林口有哪个医院 大家都知道嘛 林口有哪个大型的医院 谁会不知道 那你可以讲 别人不能讲 你讲大家就是 因为他 他已经被造神了 他是口误啊 他是怎样啊 如果用这样 柯文哲也可以说他是口误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在台湾很多东西 他是不公平的 在小董的节目上很公平 柯文哲 柯文哲 现在搞六个发言人啊 为什么要搞六个发言人 因为他有些发言人 刚好就调到 立法院 他们台湾民众长 有人就调去立法院 去帮忙 那有人呢 有人又回笼了 譬如说学姐就回笼 领了钱领更多 对不对 引起争议了 而且 他是 公告时间 还没到 他就就任了 这也是被抓包了 又以公文为证嘛 柯文哲 搞那么多发言人 他上任以来啊 推动 所以 我有很多想法 我有很多警政革新啊 他最近 其实已经推动好几年了 我接到非常多的警察 非常多的朋友 跟我讲 这个 这个人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把台北市的文三一跟文三二 把他合并 合并可以省钱 是啊 合并可以省钱啊 干脆把台北十四个分级 全部把他合并 好了 都把他合并啊 对不对 四零北投也把他合并啊 通通合并啊 文三一文三二合并 内湖南港也合并 改成湖港 湖港分级就好了 是吧 柯文哲很多想法 他认为 我这样就可以省钱 怎么会省钱 要省什么钱呢 他每次想法都很难 文三七有四十三个里长 民进党的议员简淑培 他去做调查 每个里长都问 你们占不赞成合并 因为里面都反对 里长有三十二个都坚持反对 简淑培呛 像柯文哲啊 所以你们都说老百姓赞成 老百姓怎么可能赞成 我告诉你啦 老百姓的想法 分级派出所越多越好 最好派出所就在我家隔壁 我老实讲 派出所最好像统一超商 像全家便利商店一样 对不对 处处都是派出所都安全 老百姓想法绝对是这样 柯文哲那个 不用尝试 大家都知道 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分级越多越好 派出所越多越好 当然是这样 谁不希望这样 所以简淑培员说 那你说大家都赞成那是造假 柯文哲今天发飙耶 说你们才造假 那今天的新闻是怎么来的 就有媒体写啊 说警政署反对他合并 已经给他公文了 柯文哲说我没有收到公文 那说柯文哲很气 认为台北市警局的局长陈家昌 没有全力挺他 所以把陈家昌数落了一顿 大骂了半个多钟头 那柯文哲有没有骂陈家昌 依照柯文哲今天的讲法 他没有答复这一部分 表示他一定有骂陈家昌 那有没有 受到公文我判断是没有 如同柯文哲所讲的 但是警政署会先传消息下来 就是我们赞不但同 其实大家都有管道去问 为什么 因为警政署 上级是内政部 内政部长是以前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的立委 他叫徐国勇 要问他太容易了 因为大家也都熟 所以中央会有什么态度 其实柯文哲也很清楚 那会不会要并 柯文哲说我要并 我台北市长地方自治 中央说不要并 老百姓都反对 而且这是过去对人家的承诺 过去什么样的承诺 你知道吗 过去文山期 其实是两个行政期合并的 那时候老百姓就反对 大概是民国八十年左右 过去台北市有十六个行政期 后来把很多行政期 就把它合并 合并成十二个 你合并对民众来讲 我身份证要改 对不对 那改就改吧 可是 那时候 台北市政府答应台北市议会 因为议会很多议员 因为要经过议会同意 七一要改要经过议会同意 你改了又甚至 选举的选期都会改 你看一言都紧张啊 对不对 但那时候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 所有的分级不能少 所以文山一跟文山二过去是什么形式 文山一跟文山一过去 一个是木炸分级 一个是景美分级嘛 木炸跟景美合并叫做文山 只好把两个分级叫做文山一跟文山二嘛 它的过程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过去的承诺你说 我不要我要把它合并 那其实台北市 很多派出所 为什么会有中正一跟中正二 它还是合并造成的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台北以前有个地方叫古庭期吗 16个行政期有古庭期 现在没有了 古庭期跑去哪里 跑去被人家病了 现在叫中正期啊 那捷印为什么要有古庭站 因为过去留下来的地名啊 各位就这么回事啊 过去 台北有建成期有延平期你知道吗 不知道 通通合并到大同期了 三个行政期合并叫大同期 各位我讲这个 并不是说一老卖老 我说你过去跟人家承诺 那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嘛 你要说人口大量的减少 没有啊 台北市的人口始终在260万上下 有时候65 有时候62 就这样嘛 所以他人口也没有大量的流失 那我讲这个哦 柯文哲其实就要展示说 我最精打细算 你们过去那些人都很笨 各位记不记得 柯文哲第一次刚刚当前台北市长 他讲什么 台北市拍出所在头 根本不需要拍出所 我们要没有拍出所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节省4亿 各位你听得真好笑 台北的治安 只为了一年省4亿 你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柯文哲就推动了 他弄了五个行动拍出所 记不记得 什么叫行动拍出所 就是警车啦 警车上面写 我是行动拍出所 你们来报案吧 王世坚一言 那时候民党跟柯文哲是一伙的 民党帮柯文哲当 助他当选 民党自己不提名 他实施不到一年 王世坚说你实施这在干嘛 总共你五辆车 来报案的人不到十个人 你这浪位嘛 他把这东西改装 上面放几个牌子写 行动拍出所 一辆车就是一个拍出所 花了五百万 他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很多老百姓说 啊 这是拍出所 一辆车上面写 我是行动拍出所 然后大家就来合照 然后PO给 中南部的朋友说 你看 我跟行动拍出所合照了 他最大的功能变这样啊 实施4个月没有成效 天天被王世坚嘲笑 根本没有人来 因为那是王世坚的险期啊 结果4个月停了 浪费的钱呢 没有省到 都花了五百万 各位 我讲这个喔 其实各位 你要去Google 雅虎说行李都找得到 我讲说 我们很多人 你没有当过公子 或者没有像我们这种 跑记者经历 你都用外界的想像来想 想了就会觉得 那个很容易 就像柯文哲 第一任最大的证件 是什么 4年要盖2万户的公用住宅 有没有 盖2千户 不到啊 他前面那些都是好农兵的 好农兵时代的 到今天已经5年半了 对不对 就任已经5年半了 有没有1万户 没有 各位我讲信口开合很容易 因为你不晓得 别人做的辛苦 他过去当医生 他谁都可以骂 他可以骂病患 可以骂病患的家属 对不对 然后每天 在那边吹牛 记者很喜欢用 因为他是台大的医生 他告诉你洪仲秋 怎么死的 被灌了8公升的水 不是7公升 不是9公升 8公升 他也没看过遗体 没有看过 死亡证明 也没看过 洪仲秋的就诊证明 因为洪仲秋 送金医院三种嘛 他是台大 他不可能看到嘛 他就说 被灌了8公升的水 灌死了 各位 这个叫信口开合 你知道吗 媒体都放头版 或者 标题放很大 台大医生讲的 台大医生要看谁啊 像这种信口开合 被媒体吹捧 大家就 诶 一定是真的 这医生不会讲假 你到8公升的概念是多少 8公升的水概念是多少 你哪 或者你到超商 或到哪里看 那个大瓶的汽水 用宝特瓶装的大瓶汽水 一瓶 一公升 要8瓶 你看你的 你的肚子有多大 你的上半身加起来 能不能放8瓶的面积嘛 各位想想看 可能吗 这就是信口开合 用尝试想都知道 你的上半身像我这么宽阔 我都没办法放8瓶啊 你怎么放8瓶的水呢 他说就灌了8公升 你信口开合到已经没有尝试的地步 可是所有媒体都相信啊 台湾媒体为什么你不能 你一定要听小董的就是 我随时在抽破他们 台湾媒体无知跟不要脸 然后每天去捧着蔡英文 捧丽莹的大腿 然后尝试都不用讲 只要人黑狗民党黑也很久 哇 大家就欺之落物 然后反正 反正我修理你 用假新闻修理你 好开心哦 蔡振武 柯文哲靠多少假新闻 大家心智多明嘛 对不对 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分到扬镳了 但是一马归一马 小董讲新闻 我们这一帐总是要类出来的 各位朋友没有什么事够金千 他讲连声闻 讲他的窃听器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跟你道歉 没有啊 我跟你讲 信口开合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讲很多新闻 当然因为我们当记者 我们当评论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记得很清楚 但是各位朋友 你要看这些人 他们做这些事情 有时候你会很生气 因为媒体在推播助澜 每天歌功颂得他都了不起 都怎么样 然后有多少 学生青年 柯P怎么样 那种无知 跟无耻 无极限 你会觉得说这些 这些人不但没有知识 而且是自以为是 然后他只要搞台独 他什么都对的 不是这样吗 我曾经在我节目上讲过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我是金门人 我有一个朋友 他嫌政长 他太太跟他户籍没有放一起 太太把户籍牵回去 太太被判 反起诉 你是幽灵人口 对不对 幽灵人口 你老公要嫌 你才把户籍牵回来 我还另外一个朋友 我讲这东西我都写过文章 指名到姓 我那嫌政长的朋友姓欧阳 很容易找 我另外这个朋友是 他嫌村长 他姓陈 他妹妹想说我哥哥要嫌 妹妹出嫁了 在另外一个政 把户籍牵回来 妹妹被还起诉 这两个都被判 赔十几万你知道吗 不 等于说益科罚钱 你要缴公库十几万 金门幽灵人口很多 你只要签户口 签户口 你可以投给谁就是了 他就变这样 你知道吗 我也被调查局闯够 你户口怎么 我说我户口很早就签 我还去调查局 我说你试试看 但我讲你要办幽灵人口 我很同意 对不对 涉及选风的公平性 柯文哲要选台北市长 有27个台大学生 签户口从南部 顺手签户口 救救台北市 这是他们的口号 签到哪里 签到台大学生宿舍 因为我们实际住宿舍 所以他就签进去了 27个 我写过文章 有没有一个检察官办 没有 检察官多数都是利盈的狗 我告诉你 因为柯文哲跟民进党是一伙的 五年前的台北市长 有没有几个检察官办 没有 我们的检察官可以把 金门有五个乡镇 还偷管一个乡镇叫乌丘 乌丘这个乡啊 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检察官起诉 说你们是幽灵人口 通通判有罪啊 一百多个人通通判有罪 我讲这个 我负责啊 各位朋友 我讲你知道检察官 为什么我都看不起 因为检察官是看人在办案的 柯文哲跟民进党在有 没有事 顺手签户口 救救台北市 一堆幽灵人口 有哪一个办 没有啊 我写了 很多检察官也看到了 台北地检署敢办吗 不敢办 结果台北地检署检察长最近升官啊 我告诉你啊 检察官要升官很容易 只要拼命打民进 捧民进党 打国民党 打马杨九 他就会升啊 哪一样不是这样 台湾的司法会公正吗 我讲都不想讲啊 我有时候为什么都看不起 检察官看不起 法官我也看不起 多数的法官是狗官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碰到政治 每个人 最好明哲保身 或者顺 他们上面的意思 台湾司法会清明吗 每个人要讲东讲西 有时候看了非常生气 就生气在这里 不公平到极点 掌握司法的人 等一下我来讲一个司法的案子 这个司法案子 就是互昆齐的案子 因为他今天下午 可能就要回国民党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020年斜杠创业趋势 你能抓住成功趋劲吗 台大创业创新EIMDA 是台湾创新创业教育最高学部 看你一同实现个人创业 与企业创新的梦想 报名期间为 2020年2月21日至3月12日请 请详情欢迎去官网线上报名 董哥那大连菜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菜色吗 他其实跟北方菜很像 那他的面食都很好吃 对啊 我同学从金门来 我就说我带你去吃 然后又邀回有几个金门的同学 吃一吃他们还恋恋不忘 因为我真的过年回去说 你上次带我们去 我说哪一家 因为他对台北不熟啊 他就形容了反正 我说你讲那家是不是大连吗 对对对就是大连 所以他是面食欸 他面食 那他 他的一些酱 就是 比如说 对 他那个这很有特色 很多很多菜 你可以上网看看 他叫什么大连 大连风味餐 风味餐 好 我们现在也很幸运有很多好吃的就是 因为很多外籍新娘家过来 他们就把当地的菜弄过来 比如我印象中长春路那里有一个 也是卖酸菜白肉沟 他也是做的一般 那他们就是东北那边哈尔滨来的 姐姐嫁来这里觉得不错 又把妹妹找来帮忙 哇 然后大家 很多人去吃的时候觉得 这个也蛮道地的 所以 像最近 最近台湾街头 越南餐馆是最多 小吃摊嘛 因为越南家来这里最多 很好吃 很便宜啊 都不到一百块 夏天吃很开心欸 夏天吃超开胃 对啊 对啊 然后外面吃也可以 就是热的汤啊 对啊 我昨天碰到陈继的老板 他是越南 他来他已经做四十几 那时候很少啦 越来越少了 对 他是永康街的名店 诚实的陈 日记的记 陈继 嗯 他的Google评分也蛮高的 哈哈哈哈 因为他真的很好吃 他是假的 他就很好吃 只好在对面再开一家 哦 好 我们准备回来咯 欢迎回到 小董 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 有时候都很 自己都很生气啊 讲到法官 检察官我就当然更生气 我们检察官有没有好的 有 我也碰过 坏的呢 我也碰过一大堆 哦 那有时候看那个判例 看不下去 那法官 法官就是很 很顺应他们的政治 有时候你看的都很 都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人做这样的判决 我怎么讲傅昆吉的案子 傅昆吉我认识 他是花莲的小雄 花莲只有一席立委 就是他 花莲只有一个县长 就是他太太 那不用讲 大家讲他花莲完嘛 他现在想进入国民党 一般人不喜欢评论 因为有一些交情嘛 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交情 但我讲 这个时候不宜进去 照国民党的规定来 他不要诶 过去被他帮助过的 或跟他有交情的 国民党的代理主席林隆德 要给他进去 中常委也要给他进去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看的时候很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个时候 不需要嘛 这个礼拜六会选党主席的 你差这几天嘛 今天礼拜三 三天后党主席要选出来 3月7号选主席 3月9号主席交接 你剩不到一个礼拜 你非这个时候给他进去 那表示什么 表示趁我涨钱的时候 我赶快来上架起手 你变成这样嘛 对不对 那这社会观感怎么会好呢 我说 现在国民党两个主席人选 郝龙斌跟江启臣 这两个人都挺傅君奇回去了 所以傅君奇绝对回得去 那你今天回去就向国民党一不意嘛 那今天林隆德 还有这些中常委 你也向国民党一不意 你们都在害国民党 国民党怎么那么倒霉啊 我老实讲 中常委我也多认识 林隆德是中常委推出来的 林隆德代理主席 代理秘书长 曾明忠我也认识 国民党不分纪立委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所有代理的 这些人我也通通认识 代理文传会主委 代理主发会主委 代理考纪会主委 周所信嘛 有时候你看 看这东西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 我想说 你为什么不等 不等新的党主席 这个事情会引起导论 当然就是金普通讲嘛 但我不是要讲国民党的事情 这大家务事 他会乱也好 如果他要继续这样干 会乱也好 不要指望了 没有人敢出来讲 讲了以后就被骂 哎呀你是停嘛 你说 停嘛 停什么有关 魏平正 和马航九跟金普通毫不认识 完颜不认识 魏平正 你是考纪会主委 叫你通过 你既然不通过 自己就辞职了 这个也是在栽账别人嘛 我告诉你 这些都没有必要 但是我要讲 副昏期的争议在哪里 他刚关出来对不对 他关出来那个案子叫合机案 那个案子 审判审了14年 他太太要选县长了 然后他就被抓经济官 不让他操盘 这很明显民进党嘛 法官配合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你看不下去就这样 副昏期 副昏期还有一个案子 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奉案啊 凯记 台奉 华龙 一堆案子 这个案子还没定案啊 这个案子多久 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 这个案子多久 你知道吗 我讲出来 各位不要吓一跳 还没定案 22年 你看副昏期 看起来比我年轻啊 22年 他那个小伙子 还没定案 还可以上诉 这案子是什么 都是炒股案啊 上次那个合机也是炒股 这个也是炒股啦 那我有时候看这个案子 我就 有没有罪 你要早早给人家定下来嘛 啊现在有没有罪 现在他是更三审 什么叫更三审 各位朋友 什么叫更三审 你被检察官起诉 送到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判你有罪 你在上诉 到高等法院叫二审 二审以后送到高等法院 又判有罪 送到最高法院 那就完成三审了 最高法院定案 就三审定验啊 最高法院说 诶这个案子有问题哦 高等法院你不能这样判哦 因为我们法院是三级嘛 最高高等还有地方嘛 最高法院 如果定案就是定案 就叫三审定案嘛 诶高等法院你二审这个有问题哦 你的引用条文或怎么样有问题 他就在发回 你要再重新审 因为里面你哪个东西是有问题 这个叫发回更审 第一次发回叫更一审 第二次叫更二审 傅坤齐这个叫更三审 他被判有罪啊 那我有时候讲 他现在的有罪是 目前的状态是两年十个月 我不是要讨论他有罪或没有罪 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些判决书跟起诉书 其实很多轮廓大概都知道啦 我质疑的是 一个这样的案子要搞二十二年 一个案子二十二年没办法定案 这是什么司法 各位你听了会不会愤怒 你听了会觉得 啊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你知道二十二年前谁在当总统吗 李登辉啊 李登辉时代的案子 二十二年后现在还在判啊 还在跑啊 有时候看喔 台湾的政治啊 因为他牵动了太多司法 为什么马航九跟王金平 马航九 跟王金平是为了 因为王金平官说司法 我那时候那么停马航九 不是说因为我们 跟他认识比较久 王金平对我 政治人物里面对我最好是王金平 我老实讲 政治人物所有政治人物里面 对我最好是王金平 但我们就是论事嘛 你说要讲国民党在家 他每个人我都认识啊 有的还有交情的啊 但是我们要就是论事 大家讲一个国民党的改革 司法的改革 今天把案子亮出来 大家来来听听看嘛 我没有讲说 夫婚旗 这个案子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后来做了 他该做或不该做 我只请教各位这件事情 一个案子搞22年 这法官在干嘛 因为我不想在我手下判他有罪 我就得罪他了 你懂不懂 你们都可以杀他 可以判他有罪 让他坐牢 没问题 不要 不要是我 因为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最高法院 你知道一个 根审 有几个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法官非常大 大的不得了 领最高的薪水啊 大概20万 他 人家送来案子 五个人 五个人说不要在我认的决定 所以发回根一审 然后又判 又隔了两年又判一判 又上来跟二审 不要在我 在我当 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怎么让我倒霉 被我抽到牵 是我来处理 不要不要 我不要得罪护棍旗 然后 跟三审 又五个 十五个法官 大家不要做决定 丢回去 那我要讲你的判决书 有 哪一个条文 有点疑 有点怎样 太容易了 对不对 我要抓里面的疑病 抓里面的怎样 太容易 你这个有疑问 丢回去 不要 不要在我法官 我当最高法院 不要在我手上 完成 好不好 我不要得罪护棍旗 各位 你看这样的司法品质 你看的会非常生气 我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常态 但是 郭文朗 你如果要 让社会的观感 很好的话 请 遵照整个程序正义 你让新的主席来 这两个主席 候选人都希望护棍旗回去 根本不太可能回不起 那为什么要去拼这几天呢 因为现在这些想拼命给他够了 你变成是在讨好他 你看 我都被小董骂了 被外界人骂了 我们被骂 我们透明自干 我们都帮你 你看 这个恩情够不够大 那等将来新主席选出来 他自自然然回去 本来就会回去 那个恩情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那时候你也未必是中常委的 也未必是考纪委员了嘛 所以趁着我们手上有权力 我们用点权力 让你回去 你就看到了 哎呀 这些人喔 被小董吐口水还硬给他过 我们现在变成是这样 这个党会好吗 我有时候看得很摇头 你知道吗 等一下回来继续骂 发级线越来越高 头发一直掉 怎么办呢 我以为董哥还要讲 等一下回来 你们一直在想 我刚讲的那几家的美味 根本没有听我在讲 有没有查那个大连风味管 有说他那个干烙韭菜盒 看起来很好吃的耶 那个好好吃喔 我都吃两三个 干烙韭菜盒 就是干烙韭菜盒 而且他最主要是不油 对不油 他是不油干烙 什么干烙 没有他就是平底锅把它 但你要一直翻 一般我们会放油 油有点炸有点煎 会比较好 比较容易做 但是其实都很油 对 干烙会吃起来很清爽 很清爽 很好吃 因为卖干燥的也比较少 虽然也是有台北市比较多的 有台北市大家比较知道 因为知道不要油嘛 对 他让我们好吃 哦 第一次听到耶 有一些就是好像都是 通常是 好像是大陆人开的店 会比较多干烙 对 因为他们大陆 他用平底锅 慢慢把它放着 你要一直翻 光屋市长也有一家 叫做厚家 那他们吃起来会脆脆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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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软的 那很香 对 他面皮就很香 他里面放点粉丝嘛 然后放点韭菜 然后一点蛋 炒的蛋 好酷哦 你隔天拿去烤啊 冷的时候也 冷的时候也不会不好吃 都很适合 好酷哦 第一次听到耶 干热的比油好吃 而且耐放 冷热都好吃 之后一定要来吃吃看 全世界news就败 欢迎回到小董最新话 因为最近讲的都是讲疫情 所以小董试着讲一些 不是疫情的 那我们疫情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疫情重点其实是在国际上啊 所以它影响了股票 那美国 美国其实越来越严重了 他们防得住吗 其实哦 有时候你慢慢观察啊 全世界做的最好的是奥文 不会有人报道奥文 奥文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再确诊了 奥文靠中国大陆很近啊 我去奥文演讲过 演讲完 奥文的朋友说 我们到中山区走一走 孙中山 我说好啊 怎么走一走 就真的走路过去啊 从奥文走路过去 他讲真的要走路过去 因为他就是柔胡官嘛 你看他方不方便 然后过去的时候 发现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来 然后奥文很多人去 奥文的人去是怎么去 很多人就推着菜篮 或提着菜篮 他去对面买菜 因为便宜嘛 那大陆的人来是怎样 来旅游 后来摸 摸几把 奥文是赌城嘛 所以你看 他这么近的地方 他做得这么成功 媒体一般不会爆炸 我老实讲 现在奥文的人 如果到台湾来 坐飞机 坐奥文航空来的话 隔离14天 他其实现在已经干净得很 可是 奥文是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限制 这就是政治啊 我讲就是政治 在台湾喔 你讲疫情怎么样 你就会扯到政治 因为民进党 是一个非常政治的党 所有东西他考量都是政治嘛 那他认为说 我只要顺着这个事 配合美国人 美国人现在怎么样 美国人说 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媒体 我规定你 你们这五家 你们根本就是 中国大陆使劫团的 就说你们属于大使 大使馆的机构 你们属于中国 大陆 驻 美国大使馆的机构 意思说你根本就不算媒体 然后规定 你们的记者 要有四分之一 他现在特地把你规定喔 你要检掉你 不是四分之一 要检掉四成的大陆员工 就说你的员工 里面如果是 大陆籍的要检掉四成 就规定你啊 这美国的新闻自由啊 很多人对中国大陆 因为他是共产 共产本来就比较急前 我从来也不赞美他 我告诉你 每个国家有他特殊的规定 各位朋友你上网 泰国 有人讲泰国家 泰王家里那只狗 批评他嘲笑他 泰国很自由吧 大家常去吧 很好玩吧 讲泰王的狗开开玩笑 各位等一下上网 判刑37年 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吧 这不是唯一的案例 一头拉骨啊 有本国人有外国人 连他的狗都不能嘲笑啊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你到中国大陆嘲笑习近平家的狗 不会有事啊 各位谁是民主谁不民主 也不是用一个案例可以看出来的 美国民主吗 美国新闻自由啊 没有 我碰过太多次了 美国新闻不自由 他看人的 所以中国大陆也报复他 大家互相来报复 他起因是什么 起因就是华尔街日报 评论整个疫情 说中国人就是 亚洲病夫 东亚病夫 大家记得吧 大家记得李小龙怎么打 那些日本人 怎么逼 那个当日本走狗的魏平澳 因为他们送一个匾额写东亚病夫啊 被李小龙打败啊 大家记得那一幕吧 李小龙把那个匾额把它砸了 把那个纸揉成一团 叫魏平澳把这个纸给我吃下去 李小龙说 这次叫你吃纸 下次叫你吃玻璃 玻璃也打破了嘛 大家记得了吧 金武文 那是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看了 非常激动 哇 打日本人 你知道 中国的武打片 最后一定要打打日本人 不管有没有那回事啊 不管你是霍原甲啊 对不对 或者叶文 你不打打外国人 不打打日本人 怎么知道厉害 大家就很喜欢这一幕 这其实是个民族主义 有没有真的这回事 其实很多未必有 但是因为 过去被这些人欺负嘛 被外国人欺负 那些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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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欺负人家打了 就日本人 大家有那个情绪啊 华尔街日报 好 亚洲版 说 中国是 东亚兵屋 嘲笑那个 中国大陆的 老百姓都很生气啊 那 中国大陆的政府要求 你要道歉 你怎么可以这样 华尔街日报有没有道歉 我告诉你 有 很多人说没有 有 他只是在大街上 骂人在小巷子道歉 中国政府不接受 很多人说没有 我告诉你 有 他就私下说 他们不好意思啊 很遗憾啊 假拍写啊 中国大陆不接受 你在报纸上给我道歉 因为你在报纸上羞辱我 各位我前几天讲一个案子 你记不记得 静周刊说 大S要拍卖他的豪宅 因为要挽救他老公 汪小辉的 财务啊 汪小辉出来说 我这次一定要告啊 为什么这次一定要告 因为我上次没有告 上次你也是写我一堆的 我要告的时候 你们静周刊的社长 带着记者来 跟我道歉 我心软就没有那个 就扯告了 这次我要告到底啊 各位这就叫大街上骂人 你登在你的媒体 众所周知 然后你道歉私下 哎呀 拍写啊 没有人看到 我要你公开道歉啊 各位 华尔街日报 私下道歉 中国大陆没有接受 要求他 那他 撕不开这个面子啊 公开道歉就表示什么 我前面写错了 我造成对方伤害 我跟他认错 他意思就是只有这样而已 美国人不干这种事情了 美国人不干这种事情 美国人耗辫子啊 所以中国大陆怎么做 我再三请你道歉 你不道歉 我把你记者干 其他记者现在还在中国大陆啊 掉下 掉下 那很多记者 他们 因为他们有个外籍记者联谊会 他们也出来 声援这些记者 你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大陆 采访喔 他们有个气焰 在台湾采访他气焰更高 他们要来采访我 我第一次同意 因为我有个朋友说 你就给他采访 郭冠英啊 郭冠英找人来采访我 后来记者 又要来采访 我季节了 为什么季节 因为第一个 你们根本不懂 我们这边的情况 第二个 你们只挑你们要的话 我有时候下完节目 有电视台来读我 我也不会讲话 为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你们就是 要从我讲的话里面 抓两个字来写嘛 这个就叫做恶劣 这个叫歹毒 你知道吗 你要听小董最完整的话 我的广播节目最完整啊 最完整 言言本本 但他们就是要抓几个字来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看喔 中国大陆做这个事情 我完全赞成 要不然怎么办 那我们在美国采访 有这么自由吗 没有 在美国采访 也是非常不自由的 他讲说美国是自由的 那个 没有 我们记者 还没有进去 就被他遣送回台湾了 我的记者是TVBS的同事 马上就把你遣送回来 说你没有申请 你没有什么 你美国的记者到台湾 有哪一个申请 我有时候看这一人喔 就是压霸 压霸的人 你就要使出 非常的手段 不管怎么办